金矿 没想到这里还有金矿 嘿嘿 那岂不是可以到金护甲 还有金武器了 嘿嘿嘿 不过矿是好矿 或是我没好工具 唉 只能够够严育 挖的话得等以后再说了 按现在这个情况 我得改变一下策略了 既然金矿铁矿暂时挖不了 那我不如先找个地方建个临时住所吧 毕竟猎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既然决定造个房子 那得看看哪有平坦的地方 如果在这齐驱不平的地方建房子也不合适呀 前面这块地方不错 还有小河 地基也够平坦的 对面虽然说是魔兽boss的领地吧 但是毕竟在这地方有何有阻断 对了咱后面还有那个城堡 嘿嘿嘿 以后猎杀魔兽或许受金还算个事吧 既然定了造房子 那就得挖点石头了 总不能拿土剑吧 也不服个姐的气质啊 那必须是石器的大城堡 气势上也不能输给那个魔兽boss的城堡 俗话说的好 输人不输阵 好了这就动手 动手之前咱们得先去砍个树 得先踏个木稿子呀 随便挑一颗吧 就这颗了 看我独手撸木头 嘿嘿 巧不巧 这棵树还挺高 这木色森林的树 果然比咱老家看上去的 气势更牛 好了差不多这几个也够了 顺便也造一趟木顾甲出来吧 嘿嘿嘿 好了看上去 不说也罢 好在聊生于无嘛 现在就去挖石头吧 就这个矿洞了 金矿铁矿挖不到 那石头还不是遍地都是 不过这木稿挖石头确实有点慢 等多挖点石头 我得造个石稿了 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差不多这个道理吧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感觉挖得差不多了 先造个石稿出来吧 OK 我的石稿也完成了 顺便还造了一整套石赤工具 什么石斧石铲石橱头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好这就开挖 还别说 这石稿挖石头确实比木稿快了不少 这效果简直可以啊 这么一会就挖了这么多了 要不了多久 就能挖够几组 先把房子一层给建了 喵 这是谁呀 怎么还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呀 哈哈哈哈